俄总统新闻秘书 北约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将使局势升级 当地时间11月23日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 美国和北约国家正在向乌克兰派遣军事顾问并输送武器 所有这些做法将导致接触线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佩斯科夫强调 俄罗斯不打算攻击任何人 也没有侵略计划 将俄罗斯武装部队在本国领土上的任何行动与侵略计划联系起来 是绝对错误的